我這個手喔 按在這裡啊 我一直都沒有按下去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 請問我們撐一點好不好 我事實上 天人交戰的很大 我這個手喔 按在這裡啊 我一直都沒有按下去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 請問我們撐一點好不好 我事實上 天人交戰的很大 我一直提出呼籲 一場乾淨陽光的選舉 一直拜託大家 真正體認到高雄的價值是包容與愛 可是面臨到選舉的過程 很多抹黑 很多造謠 很多謠言 讓我個人 跟我的家庭受到很大的傷害 電視節目 鄭鴻怡先生 說我選上高雄市長 高雄會不會整個被賣掉 還有人說 我選上高雄市市長 會用統促黨的白黨當副市長 還有人說 我選上一個整個高雄會掛五星期 我覺得像這些 造成我心裡面非常大的憤怒 台灣民主為什麼每一次到的選舉 都要發生這些事情 這真的值得我們所有人民好好去思考 所以告跟不告 我的內心很掙扎 既然已經說了包容 為什麼要提出法律告訴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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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